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常规赛开启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胡人的表现一直不理想 球队的首发阵容也是不断调整 沃格尔为此也是煞费骨心 起初沃格尔选择让贝兹莫尔首发 其效果并不理想 最终他选择让波拉德利顶替其首发 效果稍微得到一些改善 大小阵容沃格尔都做出了尝试 在塔克复出之后 沃格尔将其排在首发阵容当中 结果在三巨头身边 塔克的作用被削弱 他显得很不适应 在经历了糟糕的一段表现之后 沃格尔再次将其放到了替补阵容当中 小乔丹再次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 当然他的上场时间有限 基本上是在一个过渡阶段 在胡人逆转步行者的比赛当中 当时的沃格尔选择让詹姆斯和甜瓜去打五号位 结果在那个时间段里 胡人迅速追上了比分 并且影响了比赛 正是那次尝试 沃格尔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更多使用了小个阵容 为此他不惜牺牲了霍华德的上场时间 在与胡塞的比赛结束之后 沃格尔就表示他会尝试更多使用小个阵容 这意味着老詹要更多时间段里被顶在五号位 在和步行者的比赛当中 詹姆斯 安东尼 威少 爱宁顿和蒙克的阵容 打出了加61.4的效率值 今天老詹出任中锋的六分钟时间里 塔克顶贴了爱宁顿的位置 这套阵容打出了加57.1的竞效率值 确实当詹姆斯出任中锋 球队给他搭配众多投手的阵容之后 老詹就能够将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展现出来 当给詹姆斯拉开空间之后 他的得分效率就会增加 当然这个时间段里 威少是场上最舒服的那个球员 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 现在威少已经逐渐适应了球队的体系 他的表现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他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和老詹同时在场的时间段里 胡人在场上的冲击力就很强 如果外线的投手能够稳定命中三分 胡人的小个阵容就发挥出了威力 不得不说谓的能够让威少尽快融入球队 让威少打得舒服 老詹真是牺牲了很多 赛季至今老詹的三分球出手次数 已经是生涯最高 场均命中数同样是生涯最高 他不断增加自己的外线出手 就是希望在场上能够给球队拉开空间 赛季老詹场均可以命中2.9个三分球 威力联盟第十 足以见证他比赛方式的改变 其实都清楚老詹出任五号位 会增加他受伤的可能性 确实在场上他可以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 但是毕竟他现在即将37岁了 面对对手的不断冲击 对他的消耗太大了 胡人的最强杀招或许在关键时刻 关键比赛当中才会被更多使用 不管怎样能够看出胡人在试图变好 他们在试图改变 胡人是有很大潜力和提升空间的 一切就看主教练如何评估比赛 评估对手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沃格尔能否增加这道阵容的使用率 一切拭目以待吧 值得一提的是胡人的伤病潮正在吞去 球队的伤员逐渐回归 在胡人给出的最新伤病名单中 只剩下阿里扎和那两名球员是确定无法出展的 近日 胡人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休仔七加盟球队的特雷沃 阿里扎 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 他已经逐渐加大了训练量 复出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他愈发接近复出了 沃格尔表示 阿里扎将在周五 接受他手术后的评估 胡人希望即时有一次最新的更新 并且希望阿里扎能够尽快回归 今年休在期 微少来到了胡人 他来到胡人 为球队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招募阿里扎加盟 微少第一时间给阿里扎发去短信 在交易还没有正式官宣之前 就告知了阿里扎这一切 随后 这名胡人昔日的夺冠功臣 再度回到了洛杉短 其实当阿里扎在前一个赛季 还能交出场均9.4分5.0篮板1.0抢断 并且三分命中率超过35%的时候 他就已经让外界刮目掀看了 这名36岁的老将油箱里还有足够的油 他显然是胡人计划中的一名重要轮换球员 比起外线投篮 胡人更看重阿里扎的防守能力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 阿里扎的移动能力相对以往确实有所下滑 比起一些球队的无限换防 阿里扎在热活的联防体系中更加游刃有余 而胡人同样不是一只喜欢无限换防的球队 他们的防守体系更多是区域包夹 弱色协防 这同样能发挥阿里扎单防协防的能力 可以说阿里扎的回归能够为球队带来很大的提升 另外据美媒体报道 火箭中锋伍德将在交易市场上得到大量关注 火箭的也会选择送走他 火箭想送走伍德 是因为他们要开始培养萨古了 萨古是今年的16号秀 赛季至今 萨古厂均能够拿到 8.5分4.7篮板2.5 助攻1.2强端0.5盖毛 投篮命中率49.1% 三分球命中率40.9% 看数据 萨古似乎很一般 但要知道萨古厂均上场时间只有18.3分钟 如果把萨古上场时间翻倍 那数据可就不一样了 萨古主打5号位 也可以打4号位 伍德也是可以打4号位和5号位 另外还有泰斯也是可以打4号位和5号位 所以除了伍德 火箭也不记忆送走泰斯 本赛季 伍德场均能够拿到 16.7分11.8篮板2.3助攻0.6强端1.1盖毛 投篮命中率46.4% 三分球命中率34.4% 和雷均的比赛 伍德17投9中 三分球6中3 罚球4中3 台下24分21篮板3盖毛 弹领火箭120第89赢球 好取三连胜 伍德的合同为三年4100万美元 本赛季年薪只有1330万美元 是非常优质的合同 但伍德并不在火箭的长期计划内 他今年已经26岁了 在胡仁 26岁属于年轻球员 在火箭 26岁就属于老将了 火箭现在只想要年轻球员 所有年龄大于25岁的 他们都想送走 不仅是伍德和泰斯 还有沃尔 戈登 奥古斯丁和豪斯 不过沃尔的合同太大了 还有两年9100万美元 本赛季年薪高达4330万美元 美媒体报道 本赛季围绕沃尔的交易谈判 已经不可能实现 火箭轻仓大甩败 除了沃尔 其他球员都很受欢迎 军委媒体报道 胡仁对戈登很感兴趣 戈登本赛季场军 13.3分 2.1篮板 2.4助攻 0.7抢断 0.7盖毛 投篮命中率46% 3分 球命中率43% 为了能提高戈登的交易价值 最近的比赛 戈登被提上首发 和黄蜂的比赛 戈登出战37分钟 14投8中 3分球7中4 台下22分7助攻 表现抢眼 忽然要想得到戈登 面临了竞争不少 戈登 武德 泰斯 奥古斯丁 豪斯 在火箭都属于可有可无的球员 甚至火箭还觉得他们碍眼 阻碍了球队百满 阻碍了年轻球员成长 但如果去到季后赛或是真冠球队 他们都能成为不错的拼图 戈登是无球高手 能防守能投三分球 是真冠极品3D 武德是一名空间性内线 被不少球迷成为休斯顿小龙美 泰斯能从三号位打到五号位 防守强硬 奥古斯丁是一名乱战高手 豪斯只要能管好他的下半身 他就是小球时代最吃香的测翼风险 而火箭的要价也很简单 想要他们 拿有潜力的年轻球员或是选秀权来换 谁出的价高就给谁 国内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 除了戈登 胡人还可以觊觎一下火箭的沃尔 沃尔合同还有两年9100万 胡人当然不可能通过交易去得到他 除非胡人真的拿微少去换沃尔 胡人得到沃尔的办法 是沃尔和火箭买断 然后底薪加谋胡人 业内人士分析 沃尔如果想买断自己的合同 估计要放弃2500万美元左右 放弃2500万美元 换一个打球和争冠的机会 沃尔会如何选择